当地时间本周四12月13日的一份法院最新文件显示,美国加州一名联邦地区把关暂时冻结了贾跃亭在法拉第未来的股权,并对它在加州拥有的豪宅,下达了保护令。 美国科技媒体Divage在报道中称,周四贾跃亭的股份再次被冻结,原因是一家名为上海赖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译,翻译自Shrinkai,Lankai,Avent Management,Co,Limited。 以下简称赖财的中国公司,北周早些时候,在加州的中央地方法院提起诉讼,赖财称在2016年末,想的是出界5000万元贷款。 但贾跃亭未能偿还,截止发稿,法拉第未来尚未回复,美日经济新闻,就贾跃亭股权被冻结一事的致贫请求。 贾跃亭被冻结资产超15亿美元,赖财表示,公司将此案件同样提交给了中国的法院,结果胜诉,但贾跃亭在取得了法拉第未来的控制权后,从2017年夏天开始便一直生活在美国, 他既为向懒财偿还财务,也没有表达出任何想要偿战的意愿。 懒财最终决定,在美国的联邦法院起诉贾跃亭,并在每周提交了诉讼,以及一份,确认中裁判定的请愿书。 请求美国法官认可该案件在中国法院的裁决结果。 美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,贾跃亭在中国早已被列入老烂名单,他通过LTV、Plico以及其他运营公司,向各个债权人举债数亿美元,了解到这一点后,懒财要求法院冻结贾跃亭的资产。 具体来说,懒财要求法院冻结贾跃亭,在法拉第未来公司持有的33%股权,并对他通过一家空壳公司,在加州拥有的价值上,千万美元豪杀下达临时保护领。 当地时间本周一,滥财的律师在提交给法院的一份文件中写道,尽管有报道着,贾跃亭拥有巨额财富,但他向债权人付款的记录,尤其是最近的情况非常糟糕。 不仅如此,由于担心贾跃亭过去的行为记录,即他可能会试图转让自己在法拉第未来的股权,或切断与这些好宅的所有权联系。 律师们主张冻结这些资产,他们冲,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贾跃亭能够也将采取措施,让法院管辖下的资产无法用于执法目的。 法官S.章姆斯奥特罗S. James Otero在当地时间周四,批准了缆财的请求。 他写道,根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简称纽约公约的条款,联邦法院极有可能批准中国的仲裁裁决,纽约公约是一百多个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,承认跨境仲裁裁决的有效性。 缆财正在寻求超过一千一百万美元,贷款稳金加上利息的赔偿。 法拉第未来的利时,最近对贾跃亭持有法拉第未来的股份估值为十四点吧,一美元基于恒达在2017年底投资二十亿美元时的估值,才拥有的房产总价值超过两千万美元,也就是说,贾跃亭此次被冻结的资产价值超过十五亿美元。 C-Volge报道中称,除了蓝财外,还有至少还有三家来自中国的债权放在美国对贾跃亭提起诉讼,其中一家只扣贾跃亭,成立了数百家空科公司来逃避自己的战务。 贾跃亭的律师和法拉第未来的代表,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。 法拉第未来已基本停止所有借务,前景渺茫代表蓝财及其母公司的赫博里金律师事务所Cobra Kim,发言人表示,蓝财母公司上周,已经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,要求冻结贾跃亭的股权。 此外,还有一家名叫Chuwin,Kapoto的公司也同样寻求外国执法机构承认中国的仲裁结果,并已经在东加勒比最高法院提起了诉讼。 Everge报道中称,这两起逃杂案,均发生在法拉第未来岌岌可危之时。 过去两个月时间内,法拉第未来已经借故数百名员工,并且大量人员已进入无薪休假状态。 法拉第未来从2018年开始获得创业的新资金,并计划在年底前开始生产其豪华电动SUV。 但截至今年7月份,公司就花光了恒大的首期投资8亿美元。 贾跃亭和法拉第未来要求恒大逾之剩余12亿美元注资中的7亿美元,恒大最初同意了这一要求。 但作为回报,恒大要求贾跃亭离开法拉第未来,理由是他在中国的债务人身份,损害了法拉第未来在中国建立品牌和生产的进展。 法拉第未来认为,恒大在同意垫付这笔钱后,有错误地扣留了这笔钱,并由此向中国香港一家仲裁法院提起申诉。 Feverage报道中还称,在中国香港的仲裁中,仲裁员通过了两项临时裁决。 其中之一是法拉第未来被允许在恒大之外寻求至多5亿美元的新资金,理由是公司正在打官司,因此显然不会从投资者那里获得更多资金。 另一个裁决则对法拉第未来不利,公司要求仲裁员报送恒大对其知识产权和其他资产的控制,恒大要求将这些资产作为底压品,以确保这笔20亿美元投资的安全。 仲裁员拒绝了这一请求,因为从理论上讲,如同一此请求,将使得法拉第未来对电荷有益投资的公司都缺乏吸引力。 与此同时,法拉第未来已基本停整了所有业务,未来非常渺茫,联合创始人尼克·桑普森、Nick·桑普森和其他一些关键高管早已辞职离开。 去年11月,法拉第未来已内华达州拥有的土地位底压,进入了1000万美元,这似乎是法拉第未来为数不多级比,没有被套现的资产之一。 Fever这报道中还补充称,目前法拉第未来仅剩下约300名员工,要知道,公司在美国一度拥有近1500名员工。 并从特斯拉、苹果以及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,那里挖来了大量核心人才。 但就现在就在越听本人面临的全球追债的难题来看,法拉第未来在美国的道路将会越来越坎坷。 美日经济新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